這次台中市政府成功的跟來自德國的 Herry Muffin 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 這個推動在我們台中港區投資海水採礦 投資的金額是上線人 可以創造上線人的工作機會 3月6號 台中市政府與德國霍夫曼諮詢公司簽訂 海水採礦聯合開發投資案 合作備忘錄 預估投資金額高達1100億元 我們實際到德國經濟辦事處確認 查詢德國聯邦州一般登記入口網 搜尋Huffman Financial Consulting 查五資料 查詢備忘錄上的公司登記 2405 47 279 海市查五資料 我們也發現備忘錄上的編號只是一般稅號 搜尋公司地址發現 竟坐落在偏僻的社區住宅 當初台中市政府到底是如何洽談的 原來全球首例的海水採礦投資案 審核過程竟是如此草率 我們致電負責人Harry Hoffman 卻得到這樣的結果 拿到Harry Hoffman所說的商業登記發現 只是商業登記的申請表格 實際致電到德國IHK工商會查詢 公司的名字是Harry Hoffman Consulting Harry Hoffman 對,好,所以我們要知道 我們現在還滿保護的商品 詢問專家學者是否有海水採礦技術 目前所知也僅停留在實驗室的階段 我們也請在座的各位共同來獻證 台中市政府宣布引進的千億投資案 近漏洞百出 畫出了一個美好的環境 卻如海事滲漏般遙不可及